好来 紧接着今天的国际体验很重要 明天2月24号 俄乌战争两周年 这么快两周年 你回想一下 当初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是不是觉得乌克兰白忙一场 想要加入北约 然后整个国家被打烂了 加入北约了吗 请问你 然后很多大事 在盾内刺客军事训练场 这个俄军士兵 遭到乌军的两枚海马斯飞弹击中 然后形容这个画面 非常有电影感 90万颗的这个乌星钢珠 钢雨瞬间而下 变成了钢片 当场炸死了一个连 等于是一个连对整个打残了 然后另外一头 你看到乌克兰总理 很感慨了 讲这个话 他已经讲到重建家园了 是不是 然后超出1000万 乌克兰人冲突之下 被迫离开1000万 许多人逃出国境 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 350万个就业机会 他要讲的是 你们如果不回来 我们怎么重建家园 恢复我们的经济呢 请问你那1000万人 好不容易逃出去 会回来吗 现在还要拉夫不是吗 然后乌克兰的这个高官也说 就开始吐欧盟 你欧盟要向基辅捐赠 所有的重型武器 像丹麦一样 因为下一场欧洲的战争 假设有的话 不会需要这些废品 人家真的武器还嫌不好 另外一头 这个普丁的心腹 这个梅德韦杰夫 他料化俄军 接下来会挺进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当然这是一个描述形容 还有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在这个时间点 俄乌战争要满两年前 他也说嘛 代表了俄军已经打破了 乌克兰战争的僵局主动权 回到了他们这边 就像昨天我们跟你讲的 欧洲的民调一样 只有10%的民众认为 乌克兰有可能赢啊 10%而已 还有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这个 德国的这个媒体 就说了 认为这次最大的赢家是中国 我们知道在明天 会公布第13轮的制裁嘛 要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是制裁的名单里面有中国 当然也有这个朝鲜 然后呢 还有一个拜登要 选也急了 那他在一个募款活动上 用脏话来骂普丁 总统骂总统骂成这样 用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 我都不好意思念 会不会有点过分 但是你看到普丁的回答 也很亮 他说这个言论说明了 为什么拜登比川普更适合 当美国总统 再次力挺拜登 有没有 你骂我我就再挺你 懂的人就懂 然后当然这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很生气了 这个对美国来讲巨大的耻辱 就有人提出一个方案 俄罗斯那个时候的立场是 让这个卢干斯克跟顿内资克独立 然后跟俄罗斯签十年合约 比照白俄罗斯 就是成为亲俄的邦啊 所以俄罗斯一开始并没有要占领 他只是希望顿巴斯变成缓冲区啊 四月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就在土耳其嘛 这边和谈嘛 乌克兰也愿意接受啊 结果我回来之后立刻发生一件事 英国说他要军援乌克兰 他说他不接受 然后美国立刻打脸 这是第一次机会 那第二次机会是俄罗斯 因为你不接受嘛 那结果俄罗斯就把那两个地方吃掉了 吃掉的时候他又要跟乌克兰讲说 我们就现状停火 那乌克兰还是拒绝啊 因为美国反对嘛 那结果俄罗斯就又把另外两个帮打下来 就是扎波罗者跟赫尔松 这大家都知道啊 那后来赫尔松因为他打了太多了 后来要退到德烈伯河以东啊 然后又说我们来谈 现状停火 美国还是反对 美国就是说你没有撤军就不用谈啊 就这意思了 那现在你连那个 这个最新这个地方 阿夫迪罗瓦都沦陷了 我跟你讲 事实上有三个堡垒城市沦陷 大家记忆深刻啊 马利乌坡尔打完了亚述营就没了嘛 就走了嘛 现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北方那个巴赫姆特 那这个是阿夫 对不对 这个是新的第三个堡垒城市 所以这个就是 就往前看一马平川 已经看不到战略性的堡垒城市了 那我不知道乌克兰怎么防守自己 现在还有一个立即的危机 为什么 门德维杰夫可以讲到那个程度说 俄军会打到基辅 我跟你讲 乌克兰如果地对空的防空飞弹用完了 那北约没有立刻补充 那俄罗斯的飞机就可以随便飞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讲的并不是说你枪榴弹没了 不是啊 是地对空的防空飞弹 你会打完啊 你打完了俄罗斯的飞机就可以全部到处飞了 你根本连防守的能力都没有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这个局要怎么处理 我认为普丁大概会等 三月确定连任之后 再想他下一步要怎么出手 可是一定动作都会很大 这个有点类似什么你知道 就是你看我刚刚描述的那整个过程就是 俄罗斯他占领了一个地方 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谈啊 我再占领一个地方更大了 你要不要来谈啊 你我们觉得这个有点像日本这样成立满洲国啊 他说国民政府你要不要承认啊 那蒋介石反对嘛 然后他就再打华北 然后华北打下来之后他再问 你要不要承认啊 事实上日本一开始只想打满洲国 如果蒋介石愿意承认 他华北可能就撤军了 可是我跟你讲啊 这个跟抗战的经验是倒过来的 因为中国可以持久战 中国地广人多嘛 越打日本越累啊 这个是倒过来 是俄罗斯可以持久战 地广人多资源多 今年经济成长 大概人家已经估计的是3.6% 那你乌克兰是人也散 然后也没有后续的军援 钱也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这个持久战你怎么打啊 你怎么打得下去啊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悲哀啦 这个我不知道拜登要怎么收这个场 所以只能骂一句出出气 我跟你讲泽伦斯一昨天还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今年我们一定可以胜利 所以拜登又叠交啊 我就说你们这些领导人 拿不出方法都在那边精神胜利嘛 不是吗 那你讲这种话有什么意义 到时候你地对空的飞弹打完了 那怎么办哪里可以躲 而且我跟你讲那跑出去的1000万人 包括乌克兰的所有的精英 能走的都走了 都跑了嘛 现在想起来还好跑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乌克兰境内20岁到40岁的人 搞不好都打光了 整个打光了 因为你看那个从阿曼迪夫卡 撤军的那些人年纪啊 因为我那天有看那个撤军的画面 那些军人感觉上都超过45岁 所以他最近在补助那个军人 要冷冻流金啊 把金子留下来 三年的费用国家补助 要不然下一代人口怎么办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